在台灣的歷史上 曾經有段時間 車輛要過橋要繳納過路費 過路費繳納給公路局 應該是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但是居然還有個年代 車輛的過路費是由鐵路局 也就是台鐵來收取的 台灣的公路收費制度 從1952年通車的西羅大橋開始 這座跨越台灣第一大河 也就是佐水溪的橋樑 雖然早在日本時代 就已經籌劃並且開始興建 但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打 原本要拿來興建橋樑的鋼材 被挪去其他地方使用 這造成已經施作完成的橋墩 就直接晾在佐水溪的河床上 長達10年的時間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佐水溪仍然是整條縱貫公路上 唯一沒有架橋跨越的河流 使得旅人難來備忘 如果不利用竹筏的話 就必須要搭乘火車 或是繞到遠在26公里外的竹山 才有橋樑可以通行 所以讓西羅大橋復工興建 不只是在地民眾的希望 也是能夠影響到全台灣 公路交通的重要工程 不過戰後因為物資及經費的缺乏 政府也沒有大興土木的本錢 一直要到1950年隨著寒戰爆發 美國援助的物資開始進入台灣之後 西羅大橋才得以在1952年 利用美國提供的鋼材再度動工興建 橋樑很快的就在同一年的年底完工通車 而為了償還西羅大橋施工時所借貸來的款項 1953年1月 台灣省政府頒布西羅大橋工程受益費徵收辦法 開始對行經西羅大橋的車輛徵收過路費 到了1958年 第二座跨越淡水河 連結台北及三重的中興橋灣工通車後 台灣省政府同樣另外制定了辦法來針對中興橋進行收費 在1960年 台灣省收費公路規則公布之後 讓公路的收費制度有了統一的法律規定 收進來的過路費成了台灣省政府公路局的公路建設基金 藉由公路建設基金的制度 政府可以有更多的裁員來推動公路的建設 逐步完善台灣的公路交通網 比較著名的包含了西頭公路 阿里山公路 灣渡大橋等等 台灣省收費公路規則 在經過幾年的調整之後 規定要收費的公路必須制定收費年限 如果提前把興建時的費用回收的話 那就要停止收費 如果到了收費年限還沒有完全回收的話 那也必須在年限到的時候停止收費 一條比較難以理解的規定 是如果過路費開始徵收5年之後 發現繼續收下去 還是沒辦法償還當初興建時的貸款的話 就必須要停止徵收 另外如果同一條路上的兩個收費站 相隔不到15公里的話 也要猜測其中一個收費站 或是把兩個都改成單向收費 根據這個原則 台一線縱觀公路上的大甲溪橋 及大安溪橋 因為距離只有7公里而已 兩個橋樑後來都被更改成只有單方向收費 花東地區受到地形條件的影響 比較大條的河流相當的密集 以台九線花東縱谷公路來說 玉里大橋就因為跟北邊的太平橋 只有9公里的距離 也不滿收費站距離要相隔15公里的新規則 因此收費站在啟用3年之後 就直接停止收費 不過更特別的地方 是花東地區早在幾座跨河的公路橋樑完工之前 還有段開車過河必須要被台鐵徵收過路費的日子 現在的台九線花東縱谷公路 雖然在日本時代就已經納為總督府指定道路 相當於今天省到的地位 並且逐步修築完成可以通行汽車 但是一直到1940年 整條公路仍然有10多條河流沒有橋樑 必須要涉水才有辦法跨越 站後為了要改善花東縱谷的交通 以及國防上的需求 要讓花東縱谷公路全線可以通行汽車 跨河橋樑就成為相當重要的工程 在經費不足以及減少工程時間的狀況下 最後仍有萬里溪、馬太安溪、太平溪、清水溪、興武旅溪 這五條河流沒有另外架設公路專用的橋樑 而是在既有的鐵路橋樑上 直接鋪上跟汽車輪距差不多寬的兩條木板 讓汽車可以行駛在上面過河 也因為原本的鐵路就只有單線而已 這些加工給汽車走的橋樑 當然一次也就只能放行一個方向 而且還必須看準火車通過的時刻 所以為了管制車輛通行 這五座橋樑的兩端設置了成為看橋工房的建築物 並且由台鐵來向這些過河的車輛收取過路費 不過隨著這五條河流後續興建了獨立的公路專用橋 也就沒有使用鐵路來過河的需求 由台鐵來收取公路過路費的制度跟著走路歷史 1967年台北市從省轄市升格成直轄市後 跨越淡水河 新電溪 連絡台北市及台北縣的橋樑 從原本兩端都是台灣省轄下的狀態 變成了跨越省與直轄市 兩個同位階的地方行政區化 在台北市升格前就已經通車了橋樑 包含了台北橋 中興橋 滑江橋 光復橋 管轄權仍然維持在台灣省政府 過路費也是收到台灣省公路局 然而在這之後興建的橋樑 在管轄權上開始出現了台北市政府的角色 省市共管的第一座收費橋樑 出現在聯絡台北及永和的中正橋上 雖然中正橋在日本時代的1937年 就已經以川端橋的名稱完工通車 但是隨著永和從原本幻想中的花園城市 再湧入大量的外來人口 樓房毫無章法的隨便生長之後 不只成為外地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百慕達 往台北的唯一橋樑 中正橋的車流量 也早就超越了原本的預期 於是在1972年進行拓寬工程 並且在永和端新設置收費站 正對往來車輛徵收購入費 不過永和當時的人口還在快速成長的階段 隔壁的中和甚至還沒有可以直接通往台北的橋樑 所以在中正橋拓寬時 就已經評估拓寬後還是難以負荷 往來台北及中永和的車流 也因此一併在東南側規劃了一座新的符合橋 在中正橋拓寬完成隔年的1973年完工通車 接下來幾座新通車或是改建的橋樑也都設置收費站 使得在那個年代如果要開車進出台北市的話 繳過路費這件事基本上算是家常便菜 然而這樣的措施一定也會引起周邊民眾的不滿 畢竟就是因為沒有錢才會住在一水之隔的台北縣 結果每天往來台北市還要多繳兩筆過路費 為了要讓橋樑可以盡早回收新建時的費用 早點停止收取過路費 當時的永和正明代表會 非常積極地監督中正橋的收費狀況 甚至還會派人自己去計算交通量 看有沒有跟收費資料吻合 結果沒想到在1978年 還真的爆發了中正橋收費站的弊案 一整天的通行車輛 居然比實際收到費用的車輛還要多出了上萬輛 還曾有官員說這種現象是因為逃票的車輛太多 結果在經過刑警的調查之後 才發現是由收費員為造繳費證來貪污 在事件之後 中正橋另外花費79萬元裝設計算車流用的電腦 並且把原本的收費員全部汰換成女性 同時決定把原本中正橋跟符合橋計畫的收費年限 從1983年提前到1981年 中正橋及符合橋在1981年停止收費後 兩座橋樑的車流量又再度超出符合 只好在兩座橋樑之間再另外興建永福橋 並且將符合橋給拓寬 除了新通車的永福橋又設置收費站外 拓寬後的符合橋也再度開啟了收取過路費的時代 在當時往來台北及中永和的橋樑只有中正橋不用收取過路費的狀況下 甚至還會有車輛特地繞路到中正橋節省行車的費用 隨著政府的財政更加穩定 公路建設的經費從原本的公路建設基金轉成以政府的預算來支出 藉由收取車輛的過路費來籌措下一條公路清建經費的需求也就開始消失 最後在1993年11月1號 公路收費的政策正是走入歷史 最後幾座仍在收費的橋樑也在同一時間採測收費站 在收費政策結束的將近30年的時間 這些收費站的遺跡慢慢的消失在地表之上 平面道路的收費站可能在道路重鋪之後就很難再找到它的痕跡 而橋樑的部分因為在收費站的位置會做加寬處理 所以如果哪天開車或騎車在橋上看到有些路段被拖的特別寬的話 那就有很高的機會是過去收費站的所在位置 但是橋樑改建的話這些特徵也有可能會跟著消失 而最特別的案例應該還是在往來台北及永和的中正橋上 中正橋的收費站早在1981年就已經停止收取過路費 不過票亭被拆除之後 收費站的主建築卻持續屹立在永和端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一直要到2011年配合新北環塊的工程 才終於拆掉這個收費站的遺跡 現在也只剩下一段特別寬的引道橋面 來標示這段橋樑收費的歷史 未來也有可能會隨著中正橋改建的工程而不見 收費政策結束之後 台灣只剩下高速公路在收取車輛通行的過路費 下次的影片會繼續講高速公路的收費制度 所以千萬別忘記要訂閱頻道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要記得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朋友知道台鐵居然曾經有收過汽車的過路費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